特朗普周四在推特上表示 媒体是今天美国民众愤怒的主要原因 他说媒体变得难以形容的可恶 并呼吁主流媒体改变自己的行为 要赶紧行动 特朗普发布这条推运的同时 警方也发现了寄给著名演员 罗伯特·德尼罗和美国前副总统 乔·拜登的可以爆炸装置 自周一以来 美国各地至少发现了十个此类包裹 周三寄到CNN的可以包裹的收件人 是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罗南 他周四在推特上欢迎特朗普说 不要自怪他人 照照镜子 你煽动性的言论 无辱、谎言和对身体暴力的鼓吹是可耻的 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周四称 意思爆炸事件与特朗普的言论无关 评论和行动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总统当然不应该为有人收到可疑包裹负责 就像伯尼·桑德斯的一名支持者 去年枪击共和党议员棒球队 桑德斯也没有责任一样 周三一整天 美国两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 都呼吁回复政治舞台的文明礼貌 美国四称 美国三井 美国三井 美国四称 美国三司 美国三出 美国三达